好主观众通话片可以看到一辆机车呢是倒在大货车的车轮旁而且呢还有被缅过的痕迹 只是呢这一辆大货车也停在路中央现在警方已经赶到现场来处理这一起车祸意外 车祸就发生在桃园卢竹区的南山路附近哦 稍早时候发生了这一起重大车祸现在目前车流都已经造成了毁堵 其实呢现在警方也正在调阅监视器要理清整个事发经过 疑似这一辆大货车要右转的时候呢这一名机车骑士骑得太靠近了 根本没有看到他进到了视线死角就直接连人带车碾了过去 而这名机车骑士呢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他是年约60岁的富人 目前呢他的身份都还有待调查当中但因为伤势过重在当场就没了呼吸心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